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华人生活网的早间新闻。 有爱就足够,加州卫生部呼吁虚拟过情人节,加州公司招聘公然表明非亚裔引发众怒,紧急撤铁称个人行为,喜怒华人快递频频遭窃,做完视频曝光,十秒得手,盗贼950美元以下属心罪或助长盗贼扫街。 风暴来袭,洛杉矶等三线发布强风降雪警报,树木被刮倒,压碎车辆。 宝马司机酒后驾驶,失控冲向户外用餐,顺莫伊卡多名时刻受伤。 有爱就足够,加州卫生部呼吁过虚拟情人节。 13日周六,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发推呼吁居民分开庆祝情人节。 在这条推文当中,当局配文,have a heart, stay apart,有爱就好,分别庆祝。 加州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通过视频年线为情人节举杯庆祝。 旧金山公共卫生官员则表述得更为直接,在本周更新的卫生守则当中, 当局讲述了如何在大流行期间尽可能安全地进行性行为。 同时,当局呼吁人们在情人节期间应避免与家庭以外的任何人密切接触, 避免在密闭的室内相聚,约会地点最好选择通风良好的室外空间等。 对此,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传染病专家莫尼卡博士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她认为旧金山市政府更新的防疫指南或将造成人们的混乱。 甘地说,我认为必须信任公众,让他们自己决定将如何进行驻入性生活之类的个人事务。 在流行的这一点上,我只需要不断提醒人们注意遵循核心信息, 例如戴口罩、通风和社交距离。 据最新疫情数据显示,目前加州正在经历大流行的严峻阶段, 过去三周,新冠确诊、住院和死亡病例都出现下降。 截至13日,加州共报道了7,421例确诊、9,441例住院病例, 死亡人数已超过46,435例。 加州公司招聘公然标明非亚裔引发重怒,紧急撤铁称个人行为。 据报道,一家位于加州罗帕克的科技公司发布了一份招聘广告, 其中明确要求应聘者应具备一定的编码技能。 非亚裔还要求应聘者没有签证问题, 亚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自己的女友把招聘帖子发给他看时, 自己都震惊了。 他称此事需要引起大众的注意, 包括专业人士和设施公司还有网站方面等都需要高度关注。 许多网友对该帖子持批评态度,称其为种族主义。 其中一位用户表示愤怒,这是真的吗?这是我的幻觉。 随后,设施公司和领营网站都对此道歉并撤下了该招聘帖。 后发表声明表示,我们立即从所有渠道撤下了这条微博, 并开展了内部调查。 感谢所有网友的关注,以上是官方声明。 在领英方面,则是发布了一个链接, 以帮助用户报道不恰当的语言和行为。 我们不容忍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的仇恨形势。 我们的成员期待并应该拥有一个安全可信的社区, 在那里他们可以专业地表达自己。 秦诺华人快递频频遭窃, 作案视频曝光十秒得手, 盗窃950美元以下数清罪或助长盗贼扫街。 UPS刚刚送到的包裹不到20分钟就被偷走, 请大家注意自驾的包裹要第一时间取回来, 哪怕过10分钟都有可能就再也拿不到了。 家住秦诺市的一位女士爆料, 12日下午UPS的快递车给他家投放了包裹, 约20分钟后家人出去去取, 包裹却不翼而飞。 当他跟左右邻居询问发现, 一边的邻居昨天刚刚包裹被盗, 而另一位邻居说当天整条街的UPS快递都被盗了, 事发地点位于奇诺市。 从爆料人提供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 一女贼开车沿街搜索住户门廊前未取的包裹, 有的他会拿一空盒子假装逃递而实际上去掉包, 有的就直接下车迅速暴走, 盗窃的人手法很专业, 全程背对着摄像头, 近来看不到脸, 白皮肤金色头发, 全过程又快又准, 不到十秒钟就得手, 旁边有汽车接应应该是团队做货。 小偷先是开车在小区里晃悠, 看看谁家门口有快递可以下手, 在找到目标后, 一名女子下车拿出作案工具一个纸袋子, 随后小偷就在白天大要大白的, 禁止走向门口有快递的房子前, 偷快递的时候, 小偷还假装拿纸袋子挡一下, 但由于快递比较重, 最后干脆把纸盒子扔下, 抱着快递就溜了。 最近, 洛杉矶地区和南加州人口密集的社区 报告偷窃严重, 而根据加州47号法案, 损失950美金以下为轻罪, 被盗窃市民大多无奈的自认倒霉。 47号法案对于加州人已经很熟悉, 被抢了、偷了、砸了, 损失金额地域950美元, 属于轻罪。 警察基本不管, 这其大鼓舞了犯罪分子。 华人区经常爆出的宝马奔驰被砸车窗, 已经教育了大部分市民不在车内放贵重物品。 盗贼砸车后常常一无所获, 这类案子近期略有下降, 而毫无风险的盗窃包裹再放到网上嚣张, 成为一部分盗贼开辟的新财路。 这位女士把自己和邻居被盗的消息转告给更多住在附近的华人邻居。 因春节、情人节, 很多家庭都有网络购物, 这段时间快递包裹投地比较密集, 也是盗贼选择频繁出来扫街盗窃的原因。 有华人市民提醒不要认为损失金额不足950美元, 警察就不管。 如果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多人损失合计较大, 大家都要报警让警方蹲点, 或加强这个区域的巡逻。 对于有HAO的社区, 也要给HAO的物业公司通报, 通过物业管理公司收集所有社区居民的被盗数量在灵溪警方, 多管旗下组织盗窃的频繁光顾。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风暴来袭, 洛杉矶等三线发布强风降雪警报, 树木被刮倒, 压碎车辆。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强风已席卷成县沿岸, 圣费尔南多谷和圣盖伯谷地区, 文图拉县山谷和海岸, 洛杉矶市中心及海岸, 圣默尼卡山脉和卡塔利纳岛预计也即将迎来强风。 据介绍, 上述地区的阵风可能高达每小时65英里, 将造成树木和电线倒塌, 导致部分地区停电, 山路地区阵风可能达到每小时50英里, 对驾驶造成危险。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员说, 许多地区可能会出现强烈的西北风, 某些地区或出现警告级别的阵风, 预计15日前, 阵风西北风将席卷落山基权线。 预报员补充道, 强风指示风暴系统的一部分, 预计13日周六晚上和14日周日凌晨, 山区社区将出现降雨, 海拔超过6000英尺的地方甚至出现降雪。 晚些时候, 降雪地区海拔或将下降至3500到4000英尺地区。 虽然强风警告将在周日中午到期, 但圣菲尔南多山谷的风力警告将持续到周一凌晨3点, 其中包括武德兰山、 博班克、 环球影城和北岭。 据警局报道, 北岭苏比利尔街, 1800街区附近的一棵巨大的树压倒了电线, 并落在一辆停在公寓楼外的汽车上,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道。 气象局警告司机在5101、118、170、210和405高速功能上行事时要小心, 尤其是那些驾驶高配置车辆的司机。 宝马司机酒后驾驶失控冲向户外用餐区, 圣莫尼卡多名时刻受伤。 当地警方表示, 一名涉嫌酒后驾驶的司机撞上了圣莫尼卡一家餐厅的户外用餐区, 导致一些用餐者受伤。 事故发生在周五晚上8点左右, 当时正值该地区餐馆生意繁忙之时, 车祸地点位于2300街区的餐厅外, 商家将餐厅围起来的混凝土护栏被汽车撞倒, 迫及用餐区, 时刻纷纷惊慌失措, 逃到了安全地带, 现场有多个桌椅被撞飞。 圣莫尼卡警方表示, 几名用餐者在事故当中受了轻伤, 还有一人伤势比较重, 被转移到了医院。 鲜医人受到了中度伤害。 警方称, 21岁的居民泰伯在主街向北行驶时, 撞上了混凝土护栏的一部分, 兰拉德因酒后驾车重罪被捕。 现场录像显示照实车辆是一辆宝马, 前端损坏, 餐厅里的一些桌椅散落了一地, 路障栏杆也被撞倒了, 调查人员用犯罪现场交代封锁了该地区。 感谢收看今日华人生活网的早间新闻, 更多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华人生活网, 感谢观看。